小米辣和小黄椒粘碎一下 小米辣和黄椒小黄椒粘碎一下 这道菜也是很美味的 这是湖南人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 小饭又下酒 这一个拆骨肉 自从这个猪头的一个两侧的颜颊上面 把它煮个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拆下来的一个肉 也是猪身上肉比较少的地方 把这个切成薄片 拆不就可以了 现在把这个大蒜切碎 把这个姜切成末 然后这个配了几根葱段 还有两个鸡蛋 再会把它煎一下 然后用刀把它切成一个小的正方块 把这个荷包蛋把它切一下 好了今天这个拆骨肉 和荷包蛋的一个食材都准备好了 前面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先把锅刷刷 然后放菜水 来一点冰油 放一点点盐 把这个拆骨肉 不然这边叫削骨肉也好 把它放进冰 煎一下 然后把这个浇泥 添入去 蒜头 放入去 添加了小红椒 小红椒 小米椒 落开 再来点这个老糖 椒 然后来高汤 芝麻 然后放下去 放两点 入腰 锅 好了 今天就到拆骨肉门盒包站 整个制作过程 大家都看到了 一道非常 集体的一道菜 下饭 又很下酒 下面我替大家简单的尝试一下 要把这个拆骨肉的肉香味 和这个盒包蛋的一个 蛋的蛋香味 把它焖的 相互渗透这个味道 它这个菜就 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喜欢香菜 它煮不吃了做菜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它 或者在屏幕下方多多留言和评论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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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